这才是影迷们苦等了20年的指环王续作 魔军索龙清帅数百万伴兽人军团进攻白城 可这一战的惨烈程度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 勘战的伴兽人武装到了牙齿 巨大的食人魔力大无穷 更恐怖的是被索龙控制的炎魔几乎是无法阻挡的存在 凄厉的兽猴响彻天际 坎德玛巫王的降临更是让整个战局彻底崩坏 一火龙喷出的龙岩轻易地收割着士兵的生命 一切宛如世界末日一般 而九大戒林更是直接杀入王城 就在白城岌岌可危之际 一个魔神般的男人降临 他的出现直接扭转了整个战局 强大的威压甚至超过了戒林 更让兽人们闻风丧胆的是 他的手上竟然也拥有一枚至尊魔戒 这个人就是凭一己之力阻挡索龙长达60年的人类英雄 塔里昂 塔里昂的出现可谓是魔王索龙一手铸造 自从孤山之下那场惨烈的武军之战后 索龙的半兽人大军损失惨重 手下大将阿索格都战死当场 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 索龙决定打造一枚全新的至尊魔戒 在第二纪元时代 索龙蛊惑了精灵灵主凯勒布林伯 借助他的力量铸造了十九枚力量之戒 可至尊魔戒的诞生 让被控制的凯勒布林伯都生起了贪念 索龙做梦都没想到魔戒会在自己眼皮底下逃走 而更可怕的是拥有了至尊魔戒的凯勒布林伯 控制了无数半兽人军团 并且向索龙发起了挑战 要不是魔戒被灌注了魔王的灵魂 最后关头舍弃了凯勒布林伯 索龙差一点就直接隐落 凯勒布林伯被俘虏后 暴怒的索龙在他面前活生生地斩杀了他的妻儿 如今为了打造新的魔戒 就必须借助凯勒布林伯的力量 而塔里昂的悲剧也就此决定了 妻儿被杀的塔里昂果然唤醒了凯勒布林伯的灵魂 在那地狱般的末日火山中 和凯勒布林伯融为一体的塔里昂 耗尽生命的力量打造出了新的至尊魔戒 此时庞大的伴兽人军团已经冲进了白城 恐怖的炎魔也降临战场 人类世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劫 而在这危急关头 重伤的塔里昂竟然获得了新生至尊魔戒的认可 而人类这边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 一火龙的威压横扫战场 将整个白城化为了修罗伯海 此时手持圣剑的塔里昂加入了战斗 再强大的兽人在他面前都不堪一击 拥有了至尊魔戒的塔里昂 已经是可以争夺魔军之位的存在 无数被塔里昂控制的兽人们冲向了黑暗军团 整个战局已经彻底失控 戒林们联手都无法剥夺他的力量 至尊魔戒的力量无人可挡 趁着大胜 塔里昂带着手下大军杀入魔多 可他不知道 所有命运的馈赠都在暗地标好的价格 当他击杀一位戒林后 一股记忆流入了他的脑海 原来这名戒林就是曾经刚夺的国王埃希多 当初人类精灵联军也是这样攻入魔多 埃希多最后关头还赶下了至尊魔戒 可惜他最终还是被贪欲蒙蔽了双眼 被至尊魔戒腐蚀后遭到了受人的刺杀 魔戒也离他而去 埃希多的尸体被带到了黑塔 索隆赐予了他一枚力量之戒 从此他就成了戒林的一员 看到这一切的塔里昂给了他解脱 但也就是这个举动让他和凯勒布林博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凯勒布林博想要凭借至尊魔戒的力量奴役索隆以及黑暗军团 可塔里昂却看到了屠龙勇士变成了恶龙 争斗的结果是凯勒布林博带倒了魔戒 而塔里昂即将陨落 就在这最后关头 他看向了身边埃希多留下的魔戒 另一边 自负的凯勒布林博找上了索隆 可魔王的强大远超他的想象 魔戒被索隆一击掌握 凯勒布林博想要和索隆同归于尽 两人的灵体在纠缠中成为了魔眼 而戴上魔戒的塔里昂拥有了召唤亡灵的力量 但选择了黑暗的力量 就选择了黑暗的结局 塔里昂最终成为了九位借铃之一 但他凭借着一己之力 硬生生地拖住了黑暗军团整整六十年 为后来的中土世界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直到那一年 塔里昂奉命前往夏尔追杀新任的持戒者 随后 黑暗被光明驱逐 但世间却没任何人记得这位逝去的英雄